基隆港东岸连外道路南段也就是台62甲线 在今年2月5号通车 但是因为多处交流道道路标示不明确 春节廉价误导了不少游客 状况最多的就是瑞芳四脚停交流道 每天都有不少车辆误闯塞在四脚停 基隆港东岸连外道路南段也就是台62甲线 在今年2月5号通车 但因为多处交流道道路标示不明确 春节廉价误导不少游客 状况最多的就是瑞芳四脚停交流道 每天都有不少车辆误闯塞在市区 实际走一趟可以看到在台62线 约13K处标示着瑞芳 许多不知情的驾驶以为 以下这个交流道就是前往市区或是景久地区 没想到离真正的瑞芳市区还有三公里之远 因为它的直视白港车瑞芳 所以它造成我们乘个游浪这大巴士 它们为这儿就给它留下 留下怕这个四脚停交流 因为那里有一个寒冬 根本就买过嘛 所以造成这个游浪这儿 这个书记很困难 他像我又北区北区都回来 差不多四百公里 这非常非常艰难 北区四百公里 造成大拓车 四脚停一带的居民说 过年期间好多大客车涌进来 一看到就知道是走错路下错交流道 还看到接连三辆大客车开进来 但道路狭窄根本容不下 还有游览车卡在隧道口进退不得 导致过年期间大塞车 而且在这个大路口标示不清 常有民众上门问路 让居民是不声其扰 最后干脆只指标语贴在道路标示杆上 这个高路路不能说水峰啦 就要说四甲停拐了这么多 说水峰要车来塞没路啊 现在看他叫他修改善意 每天都在问路 这几乎这个车来也是在问路的 我们希望这个十三公里这个指示牌 应该把车四甲停这么多 不是车水峰 在这里也要保佑我们这个游览车 这个要用高分要用水峰 是要在16公里的这个地方 62线到16公里处 这里可以浪购到 不是在我们这个十三 十三的这里是四甲停 这里不是水峰 许多民众发现标识不清的问题 也紧急告知相关单位 希望能赶快更改路标 否则一直这样下去 政府遭桥铺路的美意 反而成为众食之地 介绍于威 瑞芳 采访报导 好 好 好